林建峰我向你請教的事情是 他第一次種水中 他種的品種是台中的一級數 但是他看他的嘴道怪怪 你看他的水有的就是這樣 不說他臭搭嘛 就怪也是有一點點臭搭黃黃褐色這樣子 嗯 這個情形會有兩個 我們在說白水 這通常有一個就是 這個水中倒熱病 這個中立病還是這個無散的絞 另外一個是整水都去搭去 整水都去搭去 就是他的我們在說西深 就是有糖 看到糖坑 有糖去加 所以這通常是有這兩種的這個 當初我們讀到的都是這兩種的這個可能性 就是說 比如說你肯定都是在水頭那個北那個所在 這很有可能就是這個水中倒熱病 我們在說的說水的這個水頭倒熱病 但是有時候這種倒熱病就是 看到了就來不及了 你如果是他的倒熱病 尋愛的這個部分 就比較沒什麼問題 我們看到我們爪腰還可以 水的這個倒熱病在水頭 跟在我上面 這通常在水管上 都會去看到這個 有時候就比較容易呢 這個就是叫做這個水井倒熱病 這通常是有這種的一個情形 有一個是在這個肉的地方 是在這個肉的地方 是在這個肉的地方 是在這個中的病 所以這種的通常 叫做節倒熱病 這就很容易去摔倒 這有時候要抽水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 這個有的說在這個在肉的地方 所以這也是中的病的一種 所以這度數各看起來是這個倒熱病 還有一個是這個我們 我們說有這個西心堂 惡化冥蟲 這種冥蟲類 還是說有的說這個 有時候他去把他寄生在那個地方 生他幼蟲 他去把他撬那個地方 但是他那個蛤蟲就會變 就會變紅 所以有時候他的心 他都在抽水的地方 他就一直在這個中心裡面 都在操作 所以我們說的就是西心堂 所以如果他出水的時候 會去丟到 所以通常他是 旁邊的那時候 他最嚴重 那時候你看到他出來白水 這種呢 但是 這種你會看到他 山底有一些蟲子 落在那裡 浮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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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來都會看到糖坑 因為你這個商品裡面 這個沒有看糖坑 所以這應該不是這個 白水的一個情形 不是這個惡化命蟲 這類的一個問題 這應該是 這個水到熱病 水的這個中的病 當然然後在這個 今年很多 還是有 還是有 這個西心都會 萬黨會比較嚴重 早黨是比較沒那麼嚴重 早黨因為 在目膏那時候 比較沒有運動 如果沒有那麼高 但是今年就不一樣 今年運動比較高 所以有時候 他的問題會稍微多了一點點 糖的比較多 我們就把他用一下 這樣就好了 所以這 為什麼在那個 目膏後 做油 做中的病 這個油 最主要就是要防止這個 水靜 道德病 水的這個中的病 這個 台中194是一個好品種 但是呢 這個瓶頸 他比較容易睡上發芽 就是說 他 容不容易 都是一種比較 水靜 所以 這都是一個 但是它是一個香味 這個東西 你要是做飯圓 用這個 台中194 194 一般一般 有人說純粹 煮米吃了 你如果是用這種 其實那個口感很好 這個味道 所以 這是一個好品種 但是就是說 它其實沒有那麼容易去照顧 這是原來 194 194 一級數 會有一個特殊的香味 所以 這在南部製作 要很有技巧 其實還蠻高的 這要小心 那最主要可能是 這個倒熱病的這個問題 中熱 所以這個 算是炸的 還是比較不倒 它就比較容易有這種的情形 這給我們好朋友 就做這個參考 嗯 嗯